我在报上登出了一则争困启示 你一定不相信 但是我真的等了 一念之间吧 而且谁知道 说不定以后就是幸福快乐的日子 三天来我收到了一百多通电话 他们有些人会要求先看看我的照片 我说我没有要求看你们的照片 所以你也不应该看我的 很公平 我也不说我是医生 反正我已经辞掉医院的工作了 那你也不应该看我的照片 我会认为我的照片